美食不是昂貴 美食也不一定要稀有 我觉得美食在于人 它是吃的人跟做的人的一个沟通 所以美食是luxury是很有意义的 看到luxury其实一直在演变 从以前可能是古董珠宝 其实luxury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几乎是每一个部分 我们现在追求的都是体验 而不是只是去拥有 比如说带我们的外国客人到故宫金华去 然后教他去做捏这个炊鱼白菜的小甜点 你可以学习到新的东西 不是只是永远是吃 永远是单边的 你也可以做 或许你可以把luxury define成 她是best in class Lady M她是真的是一个奇迹 因为国外她很有名很有名 只有在官网露出而已 马上秒杀 原来2000片追加到6000片 连他们的师傅从全世界各地都要飞过来 完全是出乎意料的这个 所以台湾人是很有品味的 所以把最好的东西放在我们region里面 那就是那就是我们的宗旨了 金华丽金这个品牌就一直都是以这个crossover的形式在这个在某一个行业里面做这个领导创型 我们七年前请江振程主厨回来 我们是第一个开始请 以前大家都请很多民厨 但是第一个针对台籍的国际民厨慢慢的 然后因为请他回来 已经带领了这一波台湾美食 历经就是一个大平台 Region X就是平台 希望把这个平台做得更大 有更多的江振程出来 那是最好的 Taste Lab又是另外一个形式的crossover 等于Taste Lab是把Xcrossover这个概念等于标准化 因为它永远在crossover 这个月是Poly 上个礼拜是小包包 下个月会是Janice Wang 接下来会有Alvin隆除魔来 它是变成一个永久在crossover 一般我们的挂包就是放五花肉 因为小包包的主厨也在米其林的餐厅待过 它这个五花肉就第一也比较大块 比例也对 然后它用的sauce 它用的这些菜这些condiment 是米其林的水平 所以它或许不是最昂贵的食材 它可能会有一些西方或泰式的味道在 它的Fried Chicken的挂包也是一样 然后它最经典的就是我们那个紫薯 紫薯上次是甜的挂包 哇 那就全新的体验了嘛 这个luxury 不一定就是要遥不可及 像在Taste Lab我很喜欢那个 这也是一种crossover 你会想donut这个东西 那donut里面放了额干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那我们还有几个是那个特别的soda 它是有spice跟herb跟水果的crossover 做出来的特别的soda 我是很喜欢grilled cheese sandwich 那个上面有放一些松露的 然后是最简单的grilled cheese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 它必须要relax就是轻松 这个是我们内部做茶的比赛的时候出来的 茶是一个台湾的特产 那怎么样把茶国际化 而且我们气泡茶其实是香槟茶 不是加气泡而已 因为你加二氧化碳 那个叫做soda茶 那个茶跟气泡是分离的 我们这个是跟香槟一样 是茶跟气泡是融合在一起的 外国的朋友也好 本国的朋友也好 一些韬客 只要尝到气泡茶 他们是精为天人 你可以很讲究 同样一件事 每个人做会不一样 所以用心跟讲究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只要用心讲究 每个人都是美食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 杨栋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